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是说 踏上慈悲的境路 要让慈悲变成一种习惯 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 一旦不小心迟到婚时 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 同理 一个羞慈悲心的人 如果内心存有恨意 不愉快等面头时 也很容易向内反省与自责 便使自己很快速地 再度安住于慈悲之中 我们应该如何修行 才能够顺利到达智慧的彼岸呢? 就是要保持正念 对于佛界的意念与受持 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 就是经常思维 缘起星空的妙礼 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 就是以大慈悲心 对待众生 不伤害众生 乃至利益众生 真正的爱 并不是建立在男女欲望之上的爱 而是建立在对一切生命 平等关怀之上的爱 那才是五思最真实的爱 自私的爱 让人脆弱 也会让人蒙蔽真心 我们要发展的是一种 苦痛苦的爱 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 事愿做一名大乘伯教徒 从当下的那一刻起 就要时时警惕自己 不要生气愤怒 不要存有愤怒 要永远保持着 慈悲喜乐之心 让心 永远像满月轮一样 明亮圆满 千万不要让心 像一颗炸弹 充满怨恨 因为心制造了我们的世界 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所以千万不要因身体 或者外面的种种境界 影响了自己慈悲的心 如果希望改造命运 一开始最要打击的 就是这个爱生气的炸弹 生气 会将我们过去所修持的功德崩溃 也会障碍我们 慈悲心的生气 我们要时时发愿 愿每一个人都能快乐 充满慈爱 如果我们真爱自己 就应该要更爱忠贞 让良善与慈悲 灌注滋养我们的神秘 以此来圆满我们的慈悲心 世界就像是母亲一样 给予我们的慈悲心 给予我们安稳 滋润与养分 不应该以自私的心量 对待周遭的一切 要以无私的爱来拥抱世界 拥抱一切 拥抱一切神秘 作为大臣活教徒 我们应该要以世界为道场 以众生为眷属 整个世界每个地方 都是我们学习与修行的道场 也是我们利益中生 骗洒慈爱的净土 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首先要有一颗纯洁的心 对待自己对待众生 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对众生要有慈悲心 对三宝要有感恩心 我们要经常培养这三种心 惭愧心 慈悲心 感恩心 如此才是一个称职 清静的修行人 有了四辈心之后 进一步还需要修行 是一步还需要修行的修行 就是忽心的心 如果还有一个自我的概念 被自我束缚 那就没有办法真正去观醒周身 不要执着有个我 更不要加深 对自我的执着 让心与通信相应 如实地安住实相 佛陀在每一个生命中 都曾以实际的行动 来利益终身 当我们阅读或听闻 佛陀过去本身故事时 就要不断地一年 赶快佛陀过去的修行 以及他地益终身的伟大实际 并且勉励自己 也能如同佛陀一般 发起慈悲 精进大勇猛心 精进盛道 立即留情 如此 我们才有成佛的希望与可能性 修行 修行 其实只有老实两个字 修行 没有什么诀窍 也没有所谓的捷径 修行 当看我们的真诚与务实 真实的修行者 就是要从平时的生活起居 待人处事中 不断地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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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与道心 而不是泡高勿源 或者景江佛法 当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消遣娱乐 人与人,与世界,与一切生命之间 都有一种连带关系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学佛 一定要经常地思维空性 理解,体会空性妙理 以突破种种的对立 让心变得柔软与慈悲 愿我们都能以慈爱化解一切 散播爱心 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更是我们一生中必须持续执行的大事 分享慈悲 散播爱心 是没有客气这一回事 也没有清甜慈悲 明天休息的余地 慈悲 是永远持续贯彻始终的 如此才是真正的慈悲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只要因缘具足 我们就应该把握机会接触生命 福补众贯彻始终的 内心 对自己 对一切终身 都没有就近上的帮助 我们要平等 无私地 慈爱一切终身 但爱一切终身 并不是建立在男女欲望上的爱 而是建立在念恩 报恩的心态上 应该 要以这样的平等与真心 来慈爱一切人 一切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夏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万3千025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藏文基础班 特邀洛珠喇嘛教学 自3月6日星期三起 每星期三晚上7点到9点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请提前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三百四十五号 国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三月十二日起 每周二 时间晚上七点到九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三百四十五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睦福恩 大家好 上堂课呢 我们大概了解了菩提道登论的四个特点 后来呢 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佛教是怎么传入藏地的过程 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 连师也对他有很有信心 他可以说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 是最广闻人知 也是最威猛的一位上师 有着无数的故事 海量的文献 而且千百年来被人民带带传送 万众敬仰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为了方便我们这次的这种讲解呢 总得选择一部连师传记 作为我们这次讲解的依据 那要选择哪一部文献呢 有一位十六世纪的明代的藏族高僧 他叫多罗纳他 他是一位绝浪派的大师 深小印度佛教和历史 我们今天就以他所撰写的这部连师传 作为参考来讲讲连师 那么为什么我要选择这部作为参考了呢 一来呢 因为在藏传佛教当中啊 依据这个印度文献来 编写的传记是非常少见的 古印度有两位大师 曾经口述过连师的故事 一位是大成就者 记葬 还有一位是来自南印度的古国 托比罗的巨天元大师 他们都曾对自己的弟子呢 讲过连师的故事 后来呢 这位多罗纳他就从这两位大师的这个清传 清传弟子口中呢 听闻了这些关于连师的故事 所以呢 这些描述和这个记载呢 是比较可靠 二来呢 多罗纳他呢 不仅按照这些口述 如实的记录下来 而且呢 他就参考了 参考和对比了 当时 他所找到的 比较古老的藏文文献 将里面那些比较公认的 没有争议的这些内容呢 特别悬出来 然后呢 最后就编著了这部连师传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多罗纳他的这部著作是比较可靠 比较有公信度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根据他的内容 来讲几个连师的故事 连师出生的时候呢 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体上 看到很多莲花形状的胎记 所以呢 那时候的那些看相的人啊 看到这种与众不同的样子的时候呢 有些人说呢 就是以后他们 他会成为一个国王 但是呢 另有一些人说呢 他会住在斯托林 也就是坟场 会去做一些 让他们这个高贵的种姓蒙羞的事情 总之呢 众说纷纭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一致认为 连师会是一个很难被人控制 而且是无所畏惧的一个儿子 直到有一天呢 来了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一个余浅师 他看到连师之后啊 就说这个孩子呢 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密脚修行者 而他身上的那些莲花的胎记呢 其实说明他 是属于莲花布 这莲花布呢 以后有机会的 我们再解释啊 所以呢 他一定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阿弥陀佛是莲花布的部主 于是呢 莲师的这个名字当中呢 有了莲花这个字 接下来呢 就是莲师怎么成长的啊 怎么学习的 后来是怎么出家的啊 这些我们就先不用说了啊 但是呢 再怎么说 他是后来呢 就是成了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高层 他的这种成就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介绍 一方面呢 他成了一位班智达 班智达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啊 来源于这个梵文 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学士渊博的大学者 那莲师呢 不仅仅是在佛教的造词上 精通三藏 而且在世俗的这个学科当中呢 也通到五名 关于五名是什么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讲解 总之呢 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就是莲师是一位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一个大学者 那么另一方面呢 虽然很多就是古印度的大师啊 都有这个班智达这样的一个头写 但是呢 莲师呢 是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莲师的这个班智达 前面多了一个词 成就者 也就是说 莲师是成就者班智达 那么成就者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说明呢 莲师不仅仅是一个大学者 而且是一位秘教修行的成就者 而且秘教当中呢 这个这种成就呢 分为共和不共两种成就 那共的成就呢 有点像是 我们世间上就觉得好像很稀奇的那种各种法术 那不共的成就呢 就是证物 真正的就是心性上的证物跟了物 它都已经圆满了 这两者都已经圆满 那么关于什么是密成成就啊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谈 只要呢 现在大家要了解 莲花生呢 不仅仅是就是各个领域学科的一个大家 而且精通三藏 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位千百年来 就影响很深远 很著名 也是最有威力的一个密教成就者 吃树的心是快乐的